- 蛋糕甜點鳳梨酥春節要到了 人手一代伴手禮 今年年貨大街即將開跑 不過你仔細發現的話 會發現有一些乾貨已經悄悄漲價 甚至呢就連知名的伴手禮店 也有漲價的情況 年獸造型的高餅撥開來 滿滿都是巧克力 這款造型可愛的年獸禮盒 比起去年貴了20塊 另一款平安貴禮盒也漲了20元 平均都漲一成 這家百年伴手禮民店李廷鄉 在官網貼出公告解釋 為兼顧品質與員工福利 決定在今年1月2號起挑漲 價格是200跟240 然後現在變220跟200點 焦糖 奶油 莓果 各式口味 以法式甜點聞名的阿末蛋糕 經典的達克瓦茲騎士也含漲 一盒漲20元 民眾很有感 東西變貴了很多 對 就變比較貴一點 就會買比較少一點嘛 因為物價上漲沒辦法的 為了生計嘛 漲價難免的 還有穿上布丁蛋糕的布丁蛋糕系列 也通通漲10元 今年受到基本工資增加 還有蛋價標迫20年新高 加上從前年開始 國際奶油價格漲三成 市民伴手禮店通通保不住調漲價格 民眾這個年想買伴手禮送人 口袋可得深一點才行 這兩次去西歐雲台北報道